暑假期间,慈祭分别在美国芝加哥加州核桃教育园区举办的夏令营 孩子透过各项课程学会爱物习物 不仅是增长了知识,也提升动手做的能力 在团队合作中培养友谊 回收纸再利用做成天灯贴上心中的愿望 还能体验中华文化 芝加哥,慈祭快乐儿童夏令营 两天的活动有惊喜 孩子获新知,家长超放心 用手去制作这些天蓝染料东西都是很天蓝的 我就觉得是一个从小教他们爱地球,爱自然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喜欢的一个活动 现在没看到水的颜色 第一次来到这里我感觉到有点热心 但是我最后的游戏在最终的游戏 我愿意来到来这次 而在美西、加州 曾经美国核桃教育园区 快乐儿童夏令营 把慈悲、环保融入课程中 尤其在园区的生命科学农场 从亲近大自然 学会爱惜身边的每一个物种 让小朋友们 他们是能够用手做 然后用摸的方法 能够亲自去踏上这样的土地 跟土壤来接触 用万物众生来接触 也培养这样他们的慈悲心 让他们知道食物间是得来补养 大家利用园区的植物 制作属于自己的盆栽 今天难得有这堂课 刚刚好就可以做出这个堕落植物 不仅在园区获得满满的能量 学员们也前往历史博物馆探索 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 看见标本了解动物生存的不容易 走出课堂 让这个夏日更有意义 大爱新闻 戴上宇 陈修文 柯又汝 李星宜 美国报道 小镇我站为 制作人 有点 他 然后 我们看不见到